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 3月17日 星期四 香港經歷了兩天大跌 一天大升 其實也不是兩天的 跌了一個月 星期三大升 仍然大升 黑旗也高了幾百點 估計明天香港股票也會升多幾百點 但是 我們不是說股票 我們這節要跟大家說說俄羅斯 俄羅斯進入烏克蘭之後 他的國民生活是怎樣呢 其實我們也很想了解一下 有朋友是以往跟俄羅斯人有些交往的 他就說俄羅斯 其實那些人也很 很犬儒的 甚至乎 好像被人洗腦一樣 這一節要跟大家說一下 瘋狂的俄羅斯人 有支持普京的 當然也有 一些比較年輕的人 他們是要求 普京停戰 我們要講一下比例 講一下 年紀大的人 原來 在俄羅斯來說 普遍他們是支持普京的 我們真的要跟大家詳細說一下 為甚麼會有這樣的事 說之前 記得支持 按LIKE 點擊廣告 堅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 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愈快贊助 我們現在主力的頻道就在星期二 主頻道就在星期二得道 大家也知道了 就快有40萬訂閱了 以往我們其實在 12月17日開始被人打壓 當時全旺 由於大家知道 我們一直以來 不是想收 收大家的捐款 也不想籌錢 想做那些事 知道 經歷了兩年 廢言 大家的袋也沒有什麼 我們也明白 所以我們啟動這個免費模式 希望 可以賺到外面的錢 賺到Google的廣告收入 我們產生收入 也不用大家付錢 但是有時事與願為 我們想 未必一定可以 最近 我們主頻道又可以買廣告了 不過當然不是全部 有部分 像昨天我們 最後出了四條影片 全部都黃標 也沒辦法 現在的時間可能會拉長一點 上午也有 下午也有 晚上也有影片出的 基本上 我們現在的覆蓋率 可能到了 18小時 如果出片的覆蓋率 大家多多留意 可能24小時 大家也看到我們的影片出來 因為我們現在人在英國 在海外的 我們的美加聽眾 其實比英國多了 所以也可能會照顧海外聽眾的時間 不過不要緊 你們將來聽得懂 因為網台最重要就是方便大家 不用坐定在收音機前面或電腦前面聽 你什麼時候聽就什麼時候聽 這個是我們以往 提出的一個觀點 不出樣子 不定時 你們喜歡聽就什麼時候聽 當然YouTube 是一個要流量 黃金時間可能會多些人聽 黃金時間可能會多些人聽 接下來也會打回黃金時間 即是晚上 6點至10點這段時間 我們也會 做回多一點的節目 在這段時間 而且那些節目會更新 希望大家多多捧場 我們明天也有 直播 不過如果直播呢 當然我們的新的時間表 我們可能到時 要重新檢討直播的時間 可能會改一改 因為 我們接下來如果是我們可能 調整我們睡覺時間 作息時間 我們晚上早點睡 早點起床 我們的起床就是大家的 下午晚上 我們當時就可以 考慮節目 再看看當日發生的大事 我們跟大家做分析 在香港的時間 晚上就跟大家多多見面 說回俄羅斯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 其實國內的形勢 很複雜 也很分化 年紀大的人 普遍支持俄羅斯 這是一個歷史原因 因為俄羅斯自從1991年蘇聯解體之後 其實他經歷了葉里茵一段很長時間的衰落 俄國人窮 沒有錢 而他們 這個國家裏面的資源就被一些寡頭壟斷了 也是以前黨裏面的大員 某某書記 某某市長 某某有勢力的人士 瓜分了俄羅斯裏面的資源 資產 就像中國的國企改革 被人們掏空了國父一樣 有一大群貪官就把俄羅斯的國父掏空 把這些 國營的企業變賣 當然 俄羅斯以往 因為他分配太平均 把很多 加盟共和國有很多重要的東西放在其他加盟共和國 例如烏克蘭 他把所有核武 雙左右 軍備 做重工業的放在烏克蘭 烏克蘭一獨立 俄羅斯當堂好像沒有了兩隻腳 這次其實也是中落了 一個長期的仇怨 不僅如此 俄羅斯經歷了葉里茵時代 他們覺得 開始掛著前蘇聯 蘇聯是沒有自由 但是生活沒有那麼苦 俄羅斯 又在葉里茵時代形成了高通障 而且經濟很差 人們找不到吃 所以 自從普京上台之後 他們的生活相對好了 說真的 只要你這個國家不是倒行逆施 慢慢搞經濟 一定會好的 是中共 折騰了幾十年 將這個 1976年文革結束的時候 整個中國是 貧民崩潰 整個國家是破產邊緣 如果你 根本當時跟著美國搞的話 如果不是共產黨上台 是國民黨繼續執政 四五年戰勝之後沒有共產黨 或者打贏共產黨在四八年之前 將共產黨消滅 如果不是美國人當時的 這班左膠 其中一個 叫做馬歇爾的陷家產 如果不是當時美國人當時的左膠 阻止蔣介石去剿共 其實 四八年共產黨就被中共 被蔣介石消滅了 林彪也打不到回來 也拿不到蘇聯的武器 根本 差點滅亡 差點全軍服務 最壞也是這個 馬歇爾 這個真的是 中國的最大罪人 我們現在說回俄羅斯 俄羅斯當時經歷了 葉里茵時代的那種辛苦的那種 沒面子 他們覺得 我們也要重拾 我們需要強人 我們有一個人帶領俄羅斯走出困境 而普京的出現 他也包裝到自己一個強人 他的出現 亦都是 好像使得俄羅斯 經濟好了 因為有食物出口 有能源出口 也做少了很多無謂東西 軍費也減了 所以 經濟是相對以往 尤其是葉里茵時代 是比較好的 所以 他的民望一直都很高 民望高得來 有一班老爺 就想重拾蘇聯的那種光輝 覺得以前我們是大國 現在變成小國 變成窮國 不是小國 沒有那麼多有錢 所以 老一輩的人 其實就很希望 可以過以前威威的日子 在蘇聯的時代自己很威風 世界第一大版圖 跟美國可以有抗衡 現在 原來整個俄羅斯 以及中國的一個江蘇省的GDP 所以 很多人就把寄望 放在這個普京身上 我們看到 現在年輕人就很反對普京 要抗議 亦有反戰 但是年紀大的人 他們是不理的 其實跟香港的男士一樣 你不要搞我啦 我不理政治的 我們想要賺錢的 但是問題就是 你的生活 你不搞政治 政治你搞你 我們看到 他們有一個老一輩的人 有一個肥佬 電視台的肥佬 他是俄羅斯其中一個電視台的主持 他 當然我們覺得很可笑 但是 這些也是代表部分俄羅斯人的心態 他 就說 你美國人那麼囂張 現在我們要求你交還 阿拉斯加領土給我們 當然 俄羅斯在歷史上 最笨拆的交易 就是阿拉斯加賣了給美國 當時 是用720萬美金 將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 那麼大就等於兩塊烏克蘭 賣了給美國 現在很後悔 當時 其實是一個國務卿叫做西華德 Henry 亨利西華德 他是國務卿 據說 一生沒有什麼好事做過出來 唯一 做得對的事就是 歷史還買了阿拉斯加 當時美國人罵他 說阿拉斯加冰天雪碧 人影也那麼多隻 你買來做甚麼呀 浪費錢 阿拉斯加長期被俄羅斯侵略了 其實最先發現的就是丹麥人 而俄羅斯 最近的地方霸佔了 阿拉斯加 根本沒有俄羅斯人去定居 只有少量的愛斯基摩人 當時俄國打算 反正我又有這個地方那麼遠 冰天雪地沒甚麼用 賣掉吧 結果就賣了阿拉斯加 其實 當時 俄羅斯在克里米亞戰爭之中 俄國慘敗 戰後 戰敗之後俄羅斯 就開始改革了 改革又要錢 結果 我們有這麼大的地方 賣掉吧 好 當時 就跟 主動仔露美國 說我們有東西賣啊 你有沒有興趣 跟我們很近 當時 找到上門美國 美國大部分議員都反對 冰天雪地有甚麼用 然後 當時的國務卿西華德 以及極少數人 想賣 他們最終用了兩年時間去遊說 最終成功了 美國當時的國務卿西華德 說是1200萬 美國說太貴了 制不覺制不覺制不覺 美國說有事慢慢說 便宜一點 便宜成怎樣 最終 720萬交易 當時 720萬來說其實不是很多錢 對於美國來說便宜 不過呢 冰天雪地到底有甚麼用呢 其實 當時真的沒有人想得到 原來最後 是發現了黃金 這裏 也聯絡了大量的淘金者 然後有淘金者 有商店 有女店 開始繁榮 最後 阿拉斯加 原來有石油 真的發得不清不楚 所以美國佬 是真的 不清不楚 阿拉斯加實際上 有170多萬平方公里 接近三個烏克蘭那麼大 其實真的很划算 這個 有人說要收回阿拉斯加 你賣給人啊 人們不是打仗搶你的 美國沒有 透過戰爭 去攻城略地搶領土 是你們搶領土而已 你們要賣關人家甚麼事 沒辦法啦 也難怪很多俄羅斯人 心裏的一條刺 其實就是阿拉斯加 沒辦法啦 我叫你們以前沒有眼光 你們的沙漠貪錢 這次時間 我們暫時先說到這裡 拜拜 來吧 決定